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大生物系就没有动物学 所以他这博士是考的北师大郑光美的博士 郑光美就是研究鸟子 郑光美 然后由北大的潘文石戴培 戴培 戴培 红脚黄斧什么什么 就是土兽鸡 刚才我看见那牌子 我一下想起四十多年前的记忆 这很悬 我脚下这些桥啊 好多都长了青苔的 你一踩一滑就下去了 这最早就是 这还有更多的东西 都是那个各种蛤蟆 这种蛙那种蛙 娃娃鱼什么的 嗯 嗯 我们五个老头 老头走 走着走着突然一个女孩来查票 哎 他们四个来过 每人掏出一个红卡票 退伍军人 什么退伍军人证 就是老邓有的那种证 我没有 没有说你买票也行 啊 买票 五十块一张 我说我就买票 买票的时候他看我这样 说你有六十岁了吧 我说六十多了 六十好几了 说你如果要有 身份证 我说我身份证也没带 我什么证都没带 他就能查我身份证 一查说你六十二了 我说我六十三 他说六十二 不管六十几可以半票 五十块钱 是我五十块钱 好像是只能这么走吧 那四个老兵没进来 白云街 头望谈 我是图省事 把衣服脱了 衣服一脱 摄像机 备用电池 身份证 和什么这这那这 老连这全都没带 虽然你没带 你只要报他名 我们这大数据监控 马上就能把你的身份查出来 让您支付表够票 便宜了二十五块钱 我为什么走前面呢 一 我不愿意落人后 二 我怕我走不了那么远 我走前面笨鸟先飞 现在前边 我在前边等着他们 嘿 他们怎么都不走了 他们都没过来 就我一个人过来 我还要走错了 再得回去 这笨鸟先飞 飞冤枉了 不能下飞 还得跟人民解放军 跟我党走 我这个灵魂自由的人 又自由了 山上荆棋在旺 山头骨脚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虫 哎 一个向我这边移动 还有两个怎么回去了 还有两个怎么回去了 好不容易进来的 买了票就回去了 是不是 是不是 他们怎么回去了 回去啊 不走了 那行 哎呀 我还怕 我担心你们 几个解放军能爬 我说我笨鸟先飞到前面来找你们 一进来我就问首长 我说咱们准备走多远 这大山 一千多米 就这 一千六百米 一千六百米 我们 我们没走多远 我刚才还问 水平距离得走多少米啊 水平距离 你们不走那么多 他已经走了一公里了吧 哦 那就往回走 我 我七十五万 我早就想往回走 我早就想往回走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 革命就是这样 被裹鞋进来了 人全往前走 你中途一下 这命就白革了 哎 实际上人生这一辈子 好多都是冤枉路 你看现在我又往回走 原来想那个投机 机会主义 抄个近路 走前面去 结果人家不革命了 整个队伍都撤回 他们两个上去了 你要不要上去 我就稍微再多走几步 人生就是 这个专家 那个教授 啊 明家 基本上就朝一方向走 朝一方向走 大家都跟着 他只要忽悠 大家全信 嗯 大家全信 我军撤了一个回去 还有 还有几个往这走 还有两个往这一带流畅 哎呀 往这边流畅俩 革命就朝这边走了 我是刚才一个人 朝那边流畅 我就成张国焘了 我就成张国焘了 我觉得那边走也行 嗯 殊途同归 革命的世界总是这样 走着走着 一会儿分裂 时而分裂 时而会合 最后拼的是谁岁数大 谁活得长 哎呀 是吧 你说他们四个老解放军 没说谁是长官 没说谁是转业的 谁是复员的 没说谁入党提干 谁当了一辈子大头兵 谁没说打连长 被部队给开了 都不算 最后谁有劲 谁爬得高 歇会儿 我就担心爬不动 我衣服你看都脱了 都没穿 我怕里面冷 我怕里面要冷 那时候 江匪帮撤退了 那些 哎 这边也没说闹土匪啊 华山什么的那边 倒有闹土匪 这边也没说 浙江有土匪 没有 这边人呢 聪明 老实 实事物者为俊杰 哎呀 咱们爬到哪个位置啊 马上就差不多了 他们还是 带着登山杖的 接他们回去 没有 我跟着走 不能让革命 抛弃了呀 党走了哪 咱就走了哪 而且我这种活动思想 都不能暴露 说你革命立场不坚定 说那哪成啊 动摇分子 叫清理阶级队伍 就把我当成阶级一级分子 就变了托鲁斯基布哈林 斯大林就得给我们 我代表人民 就给我们这个 嘿 我代表人民 我代表人民 我长了一个 没多少路去 还有一点点路就到了 还有一点点路 这队还有 两百米 三百米路 哦 好 听首长的 您就是革命 您要是革命 我们就参加 我这句 我老爷说这句话 这句话是什么呢 越战的时候 一个美军 一个美军飞行员 就跟科迪 他老公似的 飞B52 不是飞 BF4鬼怪的 被越军击落了 嘿 一个女越军 年轻漂亮 压着他 晚上 嘿 小黑屋 拿一个中国制造的马灯 那女的把自己上衣脱出来了 脱了 露出两个硬邦邦的小乳房 顶着桌子的边 那女战士 那女战士拿着车灯一样 两个 沉甸甸硬邦邦的乳房 对那美军说 你看 革命怎么样 那美军一看 立刻傻了 说你要是革命 我就参加 然后那女战士 然后那女的把两条腿掰开 拿出一个木头塞子来 那木头塞子上 一把刮胡子的那个 吉利的小刀片 那美军立刻就又碎了 说哎哟嘿 后来当战俘了 这都是一帮美国飞行员 采访时给我讲的故事 这些也写在书里边 有本书 中国翻译过 我忘了哪个出版社 中国编译还是解放军 军事易粹 军事易粹是出版社 有台湾出版社 那本书叫什么呢 叫被枪毙的内幕新闻 那本书里边写的 所以我老爱说 你要是革命 我就参加 山 山木 山木 南方 比较 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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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真直哈 长得极高 一根 钻天 我年轻时候就这样 什么都不想 喝凉水前长个 66.5公斤 一米八四高 就跟这个像一棵山树似的 革命事业 像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搬到天安门 天安门搬到 搬到巴格达 巴格达搬到 科克西里 科克西里搬到以色列 还忘了说秦岭大熊猫了 搬到哪 在哪都这么挺着 大英雄又大又硬 刚才那些在微博 微信公众号 西瓜头条上给我留言 说那买 买你这好茶 买你这好茶 电话号码快留一下 别着急 烧安勿躁 我们这茶还没采着呢 把这好茶采到手里边 还得刨制 烤干 手揉制才能变成龙井 才能变成白茶 才能变成野生茶 不能揪下来就吃啊 哎 别着急 还得工作几天 这个老解放军哥几个 还得坐呢 是吧 你看我这么一说话 他们又把我抄过去了 哎呀 这就让长征 这革命事业就是长征 比谁能走路 比谁活得长 谁一直不坚定 谁体力不够 稍一松劲 就为革命抛弃了 哎呀 每当我走不动的时候 我都想期望 哎 跳出一个黄小鸟来 跟我说 你要是革命 我就参加 你看山边这个小虫子 小蜘蛛 都在这儿织蜘蛛网呢 嘿 我这头发上全是蜘蛛网 哎呀 大森林里边 到处都是生命 到处都是生命啊 树奇观 你看前面这个 你说的是藤还是树 一个是像我这样的 山树挺拔 一个是藤 是攀缘之物 但是这个是藤 跟这个树长到一起了 分不开 山中自有藤蝉树 世上哪有树蝉藤 肯定是女的蝉男的 这女的要不蝉这男的 哎 这女的就 因为它攀缘之物 随时可以攀别的去 我有张照片 我小时候 我跟吕直去黄花港长城 他坐我脖子上 啊 我们平常老说 女人最 最见不得人 最怕人见的东西 就贴在我脖子 后脖梗子这儿 现在我这后脖梗子 是又肥又粗 跟金大包他们家 当时我这 绿植的 帝王将相 就在我后脖子这儿 我一米八四 六十六点五公斤 把它 我们叫吼吼着 就像猴一样搂着 它搂着我脑袋 那时候一头绣发 我吼吼着 它走 爬长长 我还小跑呢 我这个后来 我发现 我跟别人一样 跟谁一样的 跟王小波 跟王二一样 多少年之后 我认识了王二 媳妇李银河 啊 他就说 王小波说 女人的那个地儿 哎 帝王将相 尽有子出 皇帝老子 啊 玻璃涅夫 总书记 全是从那儿出来的 所以 用不着害羞 用不着害羞 哎 年轻的时候 不吼吼着 现在这岁数 哎 好多事 年轻时候干 你就干了 一点不丢人 丢人的是年轻时候 没干 现在干不了了 帝王将相 尽有此处 你看这几个老兵 哎 鸦 鸭客 鸭子 我就是鸭子 這個水是整齊,這漿雞米很少 您來過?沒有 那我們還往前爬嗎? 爬了十三米 您剛才說二百米,我們爬了五百米 沒有,沒有 還有多少米? 還有一兩百米 這老哥說的是海拔,二百米 我說的是水平,我說的是投影距離 他說的是海拔,往高拔二百米 那我走了 這老哥厲害 我說如果要是 我要是革命,你要是革命我就參加 那會知道我爬山怎麼有勁吧 那時候我二十八歲 二十八歲的老鴨 脖子上騎著二十四歲的鋁職 為什麼我在這說呢? 這山是研究野姬的 鋁職的博士鄭光美教授 就是在這山里研究野姬出名的 這個嶺叫野姬嶺 火無情,人有情 扯淡,火才有情呢 人才無情呢 世界上最無情的東西 就是他媽的人 人 最無情的動物 你也步行了一千米 消耗熱量二百大卡 你看 裡邊 一個穿白婚紗的 你要是革命 我就參加 住牢 住牢防火屏障 守護綠水青山 我們幾個戰友都在這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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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這茶葉肯定得漲價呀 哈哈哈哈 這個野生茶就是上面那個地方 野生茶 它的野生茶 就在這上邊 野生茶 野生茶 這種地兒 誰往裡運農藥啊 啊 野生茶 說你唐老鴨這兒扯淡扯淡 誒 世界上活著就是為了扯淡 我前面這棵樹 你知道叫什麼 叫洪淡扯 洪淡扯 洪淡扯 山茶科 別名洋童 洋童就是洪淡扯 靠近洪淡扯樹的地方 容易有野茶 啊 這個 這紅淡扯本身 也是一種山茶科的樹 別名洋童 俗稱洪淡扯 靠近洪淡扯的邊兒 就有野茶了 野生的茶 啊 你看那個 中陵 海內野生茶 就是在這兒 紅淡扯 西館 说了半天,红蛋逼,洗洗我这个 老金尖的大肥脖子 下山 自从这个,我这脖子 之后 脖子很硬 脊椎很硬,腰杆很硬 就跟白鹿园里边那个,白家宣 腰杆子很硬 又大,又硬 县长高,都军硬 黄四叶又高又硬 看见几个人 他们由前面出去就是出口 然后这俩战友就说咱们跟他们走就出口了 我说不行 这么大的山肯定好几个出口 他们出口,他们是当地人 开这个茶馆的 手里还抬着茶壶什么东西 他们肯定走不了几步 就有一个门,那门是有汽车开进来的 我们跟他们走就走远了 这俩战友查了半天 一说说,唐老师说的对的 为什么我说的对呢 我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 所有的大山都有缆车 都有汽车道 手掌又高又硬 有几个能走进来了这地儿了 是吧,手掌都有汽车道进来 当然有其他门 这俩战友他们只有退伍军官证 退伍军人证 跟老邓那个似的 他们进来不花钱 我50块钱 后来说看您这岁数 腿都抬不起来了 又高又硬 减满了我25块钱 25块钱我爬到这儿 说你怎么知道这些 我当了一辈子新华社记者 你看我这样的人像爬山的吗 每次都是当地的宣传部长 就是常委呀 肯定开着车 帮我把我的照相机 大包小包 一起拉进来运进来 我要看着那么多相机 我怎么怕呀 革命工作不同呗 是吧 我们共产党人 好比那种子 革命分工不同 都是为了革命目标 都是为了一个革命目标 亲爱琴的同志们 这就是藤蝉树 是吧 天下都是藤蝉树 没有树蝉藤 树蝉藤那树就软了 树都是又高又硬 只能藤蝉树 不能树蝉藤 树蝉树 他爬不上去 他年轻时候 嘿 这解放军 我以前爬到顶 以前这样的绳子爬到顶 这不是绳子的藤 这个太细了 稍微粗就爬了 你看 他茶就这么难采 采茶 这藤 中林刚才表演 我们不让他爬 好家伙60多了 你说一次 藤蝉树 树蝉藤 容易吗 九死一生啊 九死一生 九死一生 他看见那儿有一个 刚才叫什么 红蛋逼 然后他就发现藤 网上一看有野茶 他就要往上爬 我们说不行 那玩意儿 你自己来 当然我们不能出自人命啊 是吧 不能出人命 俗话说 奸情出人命 哎呦 这不是奸情 这是财茶 你说啊 男人就得又高又硬 你看这个 多粗 又粗又大 这女的小藤 缠上了 缠上了 嘿 缠上了 你看 当然 也有吃晚饭的 是吧 也有树缠藤的 我就是吃晚饭的 哎呀 吃晚饭 吃晚饭也算一职业呢 是吧 所以他们管我叫 唐老鸭 唐老鸭嘛 鸭行 鸭行里边我算老的了 嗯 以后出门 以后出门得带着那个 老年人证 不然买票都贵 老年人证 能够减25块钱 老鸭 鸭行 老大 都贵 藤蝉树 偶封 树蝉藤 看着两位老兵的背影 我再感慨 就是人呐 年轻的时候 凡是碰见挑战 一律得上 你要不上 就没机会了 你说比如这山 倒退20年 我肯定蹭蹭的往上窜 是吧 没准上边碰见个 青蛇白蛇 喜结良理 或者是猪胎暗结 今天我就能跑这儿 收儿子来了 但是没有 现在你说我身体 是吧 还凑我能喘气 也能卖布 身上也有俩脏钱 也买得起门票 但是我没这体力了 所以在体力尚可的时候 吃点亏 受点苦 不叫亏 是吧 十一嵌长一智 你还体验了呢 是吧 你还锻炼了肌肉呢 你说现在我这岁数 十一月我去美国 王可 说老鸭呀 送我一罐蛋白质 我把这蛋白质给扛回来了 那天我儿子看我 我说儿子 你那鸭杠铃练胸肌 回来爹一看说明 这个是长肌肉吃的蛋白 我吃了没用 消耗不了在我身体里边 把我堵住了 把我给傻逼住了 我儿子说 她也不吃 所以那一罐蛋白质 她浪费了 但我边上认识的都是美女 没有压杠铃的小伙子 你说我那蛋白质 有什么用啊 现在我的肌肉 血管 大脑 全萎缩 全萎缩 嗯 你看那俩老哥 左边是钟灵 又惦记顺着山腾往上爬 又想爬 又想爬 你看他那么瘦 就是我现在知道 他这么瘦 就是他老往上爬 他一看见 看见藤就往上爬 他就是树 树蝉藤 藤蝉树 树蝉藤的 你看这深山里边 这棵树 也不知道哪来一弹逼 把一弹 往上锁这儿了 是吧 你是把这锁锁这儿了 这棵树怎么长啊 啊 你们俩爱情了 多鸡不缺德呀 真是 多扯淡的有 什么弹逼人都有 一下车 您就跟我比鞋的花纹 您说我的鞋好爬山 我一看您戴帽子 拿着这个登山杖 我怕 我说老解放军 我刚才就怕爬不高 我使劲一个人在前面走 我怕一会我追不上队伍 结果 结果你们也不往前走 老了这革命 革命是年轻人的事 人一老了 就不革命了 嗯 一直就消退了 老革命 老革命 老革命都是 哎 年龄大了 年龄大了 对 所以年轻人抓紧革命 抓紧革命 别弄了老了 老了就 革命一直就衰退了 所以最革命的 都是teenager 美帝叫teenager 就十二三岁 好家伙 无法无天 雄性荷尔蒙 是吧 小男孩刚开始移京 女孩开始来越境 什么都不练 闹红卫兵 打砸抢 杀人如麻那些红卫兵 全是teenager 初中红卫兵 高中红卫兵都少 你都是初中红卫兵 你看 俩老解放军 有免费的军官证 白进 但是 白进 进去也没用了 进来赶紧就又退出去了 进去也 也干不成什么事了 是吧 扑腾不了几下了 我这刚扯两具蛋 他们就没了 我得赶紧快走 万一这里边出了个山猫野兽 黑风怪 啊 出了个什么山精树怪 什么大娘们 说电几只唐僧肉 等了多少年了 说嘿这唐僧挺来了 终于挺来了 等来了 当年一米八四六十六点五公斤 现在 九十三公斤 还剩一米八 整个一胖子 挺肥的肉 做粉蒸肉吧 我这鞋的花纹不错 但是我缺根登山杖 我哪个粉丝 懂登山杖的 每次献走五人 懂登山杖的 站住我一根好点的登山杖 哎 我这大胖子 以后再过这个铁索桥 是吧 不像人家 你看我师傅 有一个比我师傅小 十八岁的师娘掺着 我自己弄根登山杖 哎呀嘿 而且登山杖 我给他改装一下 给上面装一云台 我调过来还能当自拍杆 一镜到底 你说我多聪明 我就经常为我自己的聪明 高兴的两只手拍不到一起 这真是八分钱一度的店 八分钱一度的店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市人间成果 还有吃的 更有滋滋流水 高处不胜寒 嗯 我想伟大领袖 做这词 不需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肯定伟大领袖 来过这种地儿 触景生情 才会做出那诗 是吧 下岛 下岛彭尖雀 就下岛克鲁晓夫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需放屁 下岛彭尖雀 昆彭转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杨绝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成果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哎 还有淡淡流水在这儿 想不起来了 这儿已经不是淡淡流水 轰鸣的流水 所有东西 不花钱的 一个是空气 一个是水 今天哪都挺好 我呼吸了点空气 水还没喝着 老年人给打了个对折 我还亏了25块 哎呀 要不说 那些人不愿意退休呢 拿着新华社记者证 什么时候花过钱呢 老子在城里 吃下馆子都不要钱 吃你几颗烂西瓜 嗯 这是那个什么 小冰展嘎里边 人一老了就糊涂 这脑瓜就串 把各种年轻时候 背空背起来的东西 全都给 一锅 我说我28岁时候 脖子是喝露着铝植 啊 铝植两条腿在我这搭了 我在这山上狂奔 啊 铝植呢 是北大 北大那时候叫什么动物植物 什么细胞 他上的那博士呢 是北师大郑光美的 郑光美的博士 郑光美岁时候大了带不了他 哎 你看 1983年起 北京师范大学郑光美和他的学生 在乌烟岭保护区对黄浮角质开产长期研究 红浮角质 就这个 他们把这个做成标本了 红浮角质 红浮角质又叫土寿鸡 是吧 这有照片为证 照片为证 铝植是当时跟震光美的 那时候潘文石 是副教授 没资格带博士 哎 1983年对吧 1983年我北大毕业的 铝植是81级的 硕士读完了就读的震光美 震光美 震光美研究的就是这个 所以这铝植最早是研究鸟的 后来摇身一变 研究熊猫了 又摇身一变 金丝猴了 又摇身一变 白济屯了 下回摇身一变 不知道什么东西 所以这人生啊 这一辈子 那时候庄子栋 北大请庄子栋来做报告 说庄先生 你做报告题目是什么呀 庄子栋说 孙悟空的72变 北大一听没批准 说谁知道这孙子 要说什么呀 怎么叫孙悟空72变呢 嗯 其实那个 我们这些生物 生物就有动物跟植物 动物跟植物 我呢在动物里边属于植物 植物 傻逼了啊 植物人植物人 就是我这儿了 啊 通俗易懂的就是被傻逼住了 俗称傻逼 学名植物人 生物王国 生物王国有动物界植物界 微生物界 我就是动物里边的植物人 俗称傻逼 然后呢我跟 比我年轻的小男孩 啊 我就说 我就说这人呢 像我就是个傻逼 我老说北大民主科学民主科学 啊 我呢自认为有科学的眼光 现在你看我这刀逼刀 我就老说 以科学的眼光 艺术的语言 讲人的故事 所以任何事都能回到人的故事里边 即使我这个植物人俗称傻逼 植物人吧 你看这人病了死了 大脑死了 哎但他是高干 只要给他每天打水 给他灌水插管 他就能活着 我们家属 每个月还能领好几万 哎有这个的 有这个的 但他已经植物人了 植物人就是傻逼 啊我就说我傻逼 啊年轻时候我在北大上学 我自认为我民主科学 我认为掌握了科学的眼光 嗯 科学的眼光怎么讲 我女朋友跟我说 哎说女人喜欢不喜欢你 舒服不舒服 嗨不嗨啊 科学语言叫高潮 高潮不高潮 你就看他的瞳孔 你别让老瞎忙活 那瞎骨头下边 你看我瞳孔 我就看着瞳孔 紧盯着他的瞳孔 说你看我瞳孔放大了 我说放大了对 放大了就是 要的就是放大了 要的就是放大 放大了一脚一推 拿膝盖一顶我把我顶出来 到后来都不用他顶了 瞳孔一放大我自然就出来 所以我不像那些 啊 教授啊 学者呀 专家呀 领导啊有好多次生子 我本能的看对方 瞳孔一放大 后来不用看瞳孔 他寒毛 他寒毛眼一张开 嘿我立刻就拔出来 这后来以后我结婚 我儿子妈我老婆 是中央戏剧学院导演戏毕业的 不仅漂亮 而且艺术情操 哎 不像啊 不像我们批大 我们批大讲科学 看瞳孔张开没张开 我一到哎 我就卡 我就果断的就拔出来 嘿 我前期两头腿夹着我 又掐又咬 谁让你往外拔的 谁让你往外拔的 我说我受过科学训练 瞳孔一放大就往外拔 哎呀科学是科学 艺术是艺术 如果一味的 哎 强调科学主义到现在 我儿子都没有 所以科学 不能成为主义 艺术也不能成为主义 哎 顶多成为一种思想 任何东西成为主义 都是一麻烦 哎呀 不知不觉就出来了 嗯 这就是郑光美教授 当初在这儿 跟他的学生 哎 郑光美教授 当初他跟他的学生 在这儿研究 啊 就是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哎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幸福是努力出来的 幸福是使劲出来的 使劲 就这个 郑光美 这鸟你说好看吗 这边是公的 又大又高又硬 这是公的 那边那是母的 哎 这就这姿势就叫彩蛋 它为什么叫角质呢 你看那鸟的头上有俩鸡脚 两根羽毛跟鸡脚似的 哎 这是鸟类里边的中国的国宝 后来以后就有了 树类里边的